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期觀眾跟粉絲泡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到中國20大正常 這個新平即將變成21世紀的超級獨裁者 但是美國的科技追殺 致死方休 中國痛罵 這從頭到尾都叫做科技霸凌 而且這回合中國的科技被卡脖子 幾乎是準備要被卡到死 另外一方面 美國將晶片全面武器化的同時 一方面廢成半導體破底 另外一方面 台積電的股價逼近腰斬 緊接著台股大盤今天來到波段新低點 好 不惜一切代價殺中國的同時 台灣很難避免捲入其中 同時全世界現在判斷 習近平的21大2027年 那個時候台海發生軍事熱戰的機率 恐怕相對比較高 而時代雜誌 今天有專題評論 他認為美國要保台灣 才能夠阻止北京的稱霸 好 這一回合 美中之間的對決拜登也有新的國家安全戰略 在這一份新的戰略當中 中國定調是美國最大的威脅以及最大的敵人 也因為這樣的定調 美國國會現在推動國防授權法 包括台灣政策法 好 這裡頭有全方位的挺孩政策的調整 同時集中力量對付中國的同時 另外一個戰場在烏克蘭 特別是這一回合 美國前國安顧問波頓 今天接受媒體的訪談 他說普丁只要一動核武 就直接斬首 而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董立文老師 大家好 再是康成俊 大家好 再是舒子雲老師 大家好 再是胡文杰 大家好 再是黃創夏 大家好 再是李正浩 大家好 我剛剛講 美國這一回合追殺中國 用的主要能然是晶片跟科技戰爭 然而這一回合的科技跟晶片戰爭 台灣也要跟著付出代價 首先今天第一個 台北武士事實上來到波段新低點 緊接著台積電今年從688塊 殺到今天尾盤395塊 然後半導體只是前菜 整個國家安全戰略追殺中國的主菜 即將登場 創下我們剛剛看到的是ABC的專題報導 美國各大媒體為了迎接二十大的來臨 天天追蹤台灣跟中國相關的議題 那其中一個核心議題當然包含了國家戰略的科技跟半導體 但是同時拜登的國家新戰略也有新的主菜準備登場 現在在拜登政府裡面拜登已經展現了一個他堅定的一個決心 他是鐵了心就一定要把習近平和中國壓著打 而且要壓著打到一切 不顧一切打到底 所以會看到雖然現在廢半的股市狂跌 台積電的股價也要腰斬 全世界的股市半導體都受到很大重創 拜登還是要兩大敬意 他不但要刻中國半導體的脖子 他甚至要把中國半導體的脖子都直接扭掉了 一定要打到底打到死 然後現在因為美國的國會有其中選舉有改選 一月是不是能夠準時的台灣政策法過關 其實是有疑慮的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個時候已經正常的進入國會要審查2023年美國的國防授權法 所以為了避免夜長夢多 為了避免有所耽誤 直接台灣政策法在審查的時候 台灣國防授權法2023年國防授權法審查之後 直接把台灣政策法裡面包含65億美元軍援台灣 包含是整個協助台灣重建軍事 這些部分直接就放到了2023的國防授權法 也就是一定要打下去 然後現在打下去 接下來針對美國拜登上任之後 公布了他第一次他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裡面開通名的就定義 中國和俄羅斯都是戰略競爭的對手 戰略挑戰 但是是中國是最迫切 就是非常有急迫性 因為他2027可能會打台灣 所以呢 而且未來十年 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 都會把習近平當成是最迫切的戰略挑戰對手 而因為是這樣子 所以呢 台灣的安全 台海的穩定 也正式的納入了 美國的國家戰略安全 這個方針裡面 裡面是要先就是要確保 美國是有人力 阻止任何對台灣訴諸武力 或者脅迫的行動 所以其實不只是繼續保衛台灣 協助台灣有自我防衛的能力之外 如果你有任何的蠢動 美國都會動手 在整個文章裡面呢 蘇利文會特別出來說明了一下 中俄都列入了戰略的對手 但是只有中國呢 是唯一一個具備有從塑全球企圖和野心的國家 而且確確實實他們也認定 習近平和中國在科技上 在經濟上 在外交上 在軍事上 都有全方面挑戰和破壞全世界秩序的人力 所以他們也要全方位的徹底的打下去 蘇利人認為說美國認為未來的十年 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十年 所以這個時候呢 除了要加強美國自己提升競爭力之外呢 要盡可能拉幫結派 打造最強的同盟 而且要集體發揮這個同盟的集體影響力 而在經濟上呢 中國過去在WHO之下玩的經濟法則 都要重新打破 要確立全世界的新規則 而在整個這樣一個急迫感之下呢 他特別提到地緣政治上 中國是美國地緣政治最大的挑戰 台海和平穩定 除了是國際焦點之外 也是美國的長期利益之所在 所以就是告訴人家說 我現在不是只是因為愛台灣 我是因為愛美國 所以一定要保衛台灣 所以抗中保台的同時也在保美 所以美國現在在上演的戲 叫做抗中保美 而且保台才能保美 不保台就保不了美 所以他的整個國家安全戰略的意義就是 台灣有事 就是美國有事 所以他其實已經把這個意涵給放到 這個上任以來第一次的國家戰略安全 這個目標裡面了 而在全世界這個時候 其實主流的輿論 國際主流的輿論也開始在擔心和呼應這個事情 我們昨天講過經濟學人特別警告全世界 習近平打算在台北進行大閱兵 進行勝利大閱兵之後 然後各個主要國家 美國日本 各歐洲主要國家 你們的無痛選項 幾乎所剩無幾 一定要站出來了 然後現在是另外一個關鍵的 國際主流媒體時代雜誌 時代雜誌裡面也看出了 美國前國防部助理副部長柯伯吉的一個專文 專文裡面的意涵講得很清楚 美國必須保衛台灣 才能阻止北京稱霸 所以他裡面講的是說 美國必須要確保住台灣 美國的所有利益 和美國的全世界秩序才能夠配合 他說美國內部裡面 還有很多人認為 有一點點是美國的過去的門羅主義 自我保護的那種概念 說在亞洲還是不要避免 避免跟中國有衝突 只是把美國盡量的 就是美國的企業回到美國去 好好發展就好 不要造成衝突 他說這是愚蠢的 因為美國只要離開了亞洲 中國就會因為你美國的失職而壯大 而如果美國這樣壯大之後 到時候中國統整了亞洲 退出去之後 整個現在中國和美國 大概都占全世界GDP 20% 你美國放棄了亞洲 放棄了台灣 那就完蛋了 中國會吃掉全世界將近50%的GDP 那全世界都會受他宰治 所以這個時候 必須要建立一個更積極的保衛聯盟 從印度澳洲一直到日本 所以已經不是第一島鏈了 是一個保衛的聯盟 而他也特別講到 台灣就是核心的跳島 如果台灣沒有手術 那整個保衛聯盟都會瓦解 而且另外一個他特別提醒拜登和美國 其實台灣現在叫做礦坑裡的金絲雀 就是它是一個風向指定 整個亞洲各國也在看 如果你美國保不住台灣 他們怎麼會相信你美國 所以其實保住台灣 就是保住美國的利益 好 那我請教蘇老師 我剛剛播給觀眾朋友看的 ABC的這一個台灣專題裡頭 後面的部分也採訪了你 那包含了美國相當多的 國際戰略專家 以及ABC的專題追蹤報導 他們怕的都不是未來幾天的20大 20大事實上是習近平的第三任任期 比較讓人擔心害怕的是 5年後的21大 21大的時候 邢平的生理年齡是75歲 時續會走到西元2027年 然後中國的21大的內部政治壓力 可能最終使他逼得要對外 這一個進行軍事的擴張 那外界相當當心 21大之前他可能對台動武 是 您官我想你講的這個是很關鍵 人物元律必有禁優 我們看到2027年 這個就是所謂的中共建軍百年 然後習近平先生他就進行有第四任的連任 也就是21大 所以西方人現在也慢慢了解中國文化了 就是說他是從政治形勢力來看 中共會有什麼軍事行動 好到他建軍百年 然後他21大爭取連任 所以他就需要一場偉大的勝利 來讓他這個就是第四任的任期有一個正當性 我們可以這樣講 現在不只是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可以說台灣有事會是世界有事 我們先講這個晶片的部分 中國他說被卡脖子了 其實我們知道以前常常講說逃鬼 行呼的鬼 頭過身就過 現在不是卡你脖子 因為這個晶片問題 不是只有經濟的利益的競爭 是涉及到人類的文明安全 也就是民主跟威權體制的競爭 在這種背景之下 我們都知道晶片已經滲透到 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不管是你的自駕車 或者是像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這些人士所講的一個標箱飛彈 有250個台灣製造晶片 或F35戰機的採用台灣的晶片 所以我們現在在談的晶片 只是裡面一個重要的指標 最重要的是數位民主 跟數位威權的競爭 好 那這是一個大的架構 回到我們剛才講的 這2027年的部分 屆時中國可能有比較好的 這個就是兵力投射能力 也就是說它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有機會可以發動這種淬然的棋襲 就是同步的從海上 從空中投射這個登陸部隊 那這樣的情況 當然會讓這些國家比較擔憂 為什麼我們剛才講說 台灣有勢 世界有勢 第一個 當然晶片是一個 我們都已經很知道的指標了 第二個 依照聯合國統計 日本有92%的原油來自中東 一定會經過台灣 韓國有6成2的原油會經過台灣 所以台灣有勢 日本有勢 因為他們的安全受到影響 那再來就是美國本身也是 美國本身它的這個本土的飛彈防衛 某個程度要依賴台灣 除了我們的熱山雷達 可以早期發現中國發射的彈道飛彈之外 中國的潛艦都在南海帶活動 因為那很像個臉盆是深水區 它如果要對美國本土造成威脅 它的潛艦就要經過巴士海峽 進入東菲律賓海才可以威脅到美國本土 所以這個點台灣縣低島鏈 面就是整個這個印太區域安全 甚至連歐洲加入 同樣我們依照聯合國的開發總署的統計 印太區域的海上的這個運輸 占了全球海運的60% 當然之前大家都在關心航海王的 這個這個一些指數啦等等的 其實它跟涉及到整個供應鏈的安全 那為什麼英國的新任首相特拉斯 這麼關切台海的安全問題 在聯合國首次幫台灣講話 台海的安全跟穩定很重要 主因就在於說他也知道 歐洲跟這個東北亞的海上的運輸線 就是占了全球的26% 如果一旦這個運輸線落入中國控制的手裡 那麼對歐洲的這個經濟來講 將會產生沾濫性的後果 所以我們現在在談的 就不只是台灣自己安全問題了 當然我們處於民主的最前線 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像總統說的 我們會擔負其保護我們自己的責任 同樣的這些盟國 包括剛才有提到了美國的這個NDAA 就國防授權法2023年的 裡面有幾個關於台灣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65億美金 他從這個台灣政策法裡面 先把這個對台灣軍事影響最大部分 先提取出來放到國防授權法裡面去 這樣比較容易通過 然後包括就是說 外界在關注的就是說 他們也還取了一個新的戰略思維 可能不再提這個ODC 就是總體防衛構想 而反而是在台灣政策法裡面 就強調這個長城打擊武器 這個是很大轉變 就是要讓台灣用長城打擊武器 甚至說Land Attack Missile 就是陸攻型的虛擬飛彈 讓你可以做源頭打擊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想就是其他國家對台灣的安全問題 越來越關切 所以我們要把握這個戰略之窗 就是強化我們自己的防衛的能量 還有一個我想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晶片安全問題 其實晶片它比較像是兩人三角 或者用賽車來比喻 也就是我們是很棒的賽車手 可是你的賽車是來自於西方 就是EUV DUV生子外光機 然後你的這些電子化學材料 可能來自日本 所以這種互信就很重要了 我們最後提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具體的 拜登政府 可是我們講晶片 俄物戰爭一開打 美國就要求台積電 不准攻俄羅斯一個晶片 所以事實上未來我們跟中國 也可能走到這個地步 就是此刻距離那一個位置 可能中間還有時空的差距 但是有朝一日走到那一個位置 可能發生的機率 事實上是正在落高 我們完全就是同意 那個霓官的說法 因為這有點像打撞球 SLOCO 你是打這樣子 那個插邊球過去 再打到另外一個洞 陸帶 其實我們可以講 就是說在俄物戰爭的期間 就是台灣很多科技廠商 包括雙A的這個筆電廠 也都禁止說出口這些 就是電腦到俄羅斯 俄羅斯他還不敢用中國的 那個什麼聯想電腦呢 他的戰情中心 我們還記得是雙A的那個電腦 他都不敢信任中國 所以現在俄國一個指標 就像泥官所提到了 他這兩天對 對烏克蘭進行的這個 所謂飛彈的無差別打擊 竟然把S-300的空對空 地對空飛彈 拿來變成打擊地面目標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是說 未來台灣這個就是 科技產業的管理部分 會涉及到這個安全 那對中國的這個就是科技的往來 應該就會尬然而止 拜登政府在去年2021年6月出版的 這個就是供應鏈安全的報告裡面 就直接指台灣有3000個半導體工程師 被中國高薪挖角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這幾天老美已經要求 他的美國級的工程人員 通通打包回家 所以今天事實上 布林伯爾直接追蹤 包含艾斯膜 包含應用材料 他們都在撤出 具有美國級的工作人員 所以將來有朝一日 事實上台灣也可能走到這個處境 應該會 就是說包括這些所謂美級的工程師 很多還是所謂華裔美級的 他們被迫選擇 你要嘛就放棄美國級 留在中國大陸 可是你留在中國大陸以後 可能就不能再回到美國了 那就跟當年鐵幕一樣 是啊 可是因為我們剛才講到 為什麼說在這種科技管制 有一個正當性跟合法性 就是因為它涉及到 未來人類的文明的安全 你不可能讓一個威權國家 他利用這種先進科技 來控制他的人民 就像以前的複製陽 他是一個私人的那個 就是創新的一個技術 可是因為他涉及到公共利益 所以也就被管理了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台積電 今年的波段股價高點 從688塊撒到今天尾盤395塊 這個禮拜到今天為止 台積電交易了三個交易日 但是台積電的市值跌了一兆多台幣 那主要的原因當然跟美國直接把晶片 武器化對中國作戰有關係 這一回合把晶片武器化 不是只有台積電的股價在破底 事實上台股費城半導體 以及主要的全球半導體股價 事實上都有全面的修正 那麼這一回合不計一切代價的 這一個追殺中國主要的原因是 如果可以用科技就封鎖住中國 事實上這已經是最便宜的戰爭了 好 正好剛看到的是這一回合 美國全面追殺中國 殺到中國痛罵是科技霸凌 但是科技霸凌 現在顯然對於遏止中國的霸權 非常有用 對 因為我們看完所有細項的時候 這已經不是卡脖子了 這叫砍脖子 砍 砍人的砍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大家都跟時間賽跑 普遍來說大家認為 在二十一大之前 習近平會出兵打台灣 為什麼是二十一大呢 因為習近平這是嚴任 這五年來說 對習近平嚴任最大的正常性 其中一個就是把台灣 回歸祖國的懷抱 所以對於美國來說 或對於台灣來說 都在跟時間賽跑 最長有五年的準備時間 最短搞不好明年就要面對 所以對於美國來說 當然在這時間點 加快步伐 把中國砍脖子 現在整個對於中國晶片制裁 狀況是什麼呢 如果是晶片的話 14奈米以下的設備 包含騎士場效電晶體等等的 不可以到中國 第二件事情 如果是Netflix的話 128成以上的話 不可以到中國 那如果是低瑞的話 是18奈米以下 不可以到中國 換句話說 這一次對於中國的封殺 是從14奈米 從晶片 從Drain 從Netflix 全規模的封殺 而且這個封殺呢 坦白講 只是剛開始 10月21號會有再一輪 現在傳出來是針對AI的晶片 來去做所謂封殺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是要把中國的 這個所謂的晶片發展 卡住之後呢 第一個 AI發展也掛了 第二個 電動車發展也掛了 第三個 未來要做量子電腦的時候 也全部都掛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在這個時候下重手 確實是因為跟時間賽跑 那下完重手後 中國真正內部產業 發生什麼影響呢 現在傳出來的消息 各大廠商在中國的 設備工程師 規定你只能在辦公室 不可以進廠 然後甚至聽說怕到什麼程度 連客戶電話都不敢接 因為你只要接的話 你就可能會被制裁 然後另外呢 所有的高階經理人 高階工程師 一般工程師 開始打包 買機票 準備離開中國 所以對於中國來說 你看到中國 這麼生氣的罵美國 是科技霸凌 當然他們預測到 未來對於中國整體的經濟 軍事 國力 甚至是下一個世代戰爭 包含超級電腦 包含量子電腦 全部都會受到影響 可是問題是 這有點像七三全 商敵一萬 自損五千 這自損五千 當然包含我們看到全世界 半導體類股 全部都大跌 那台灣大家最關注的 台積電三百九十五點 你在半年前講說 台積電會跌到三百九十五點 每一個人都跟你講是笑 半年前買台積電一張要六十多萬 今天尾盤最後一盤三十多萬 那半年前買的人 突然就蒸發到三十萬 對 那如果在半年後咧 後面要二十幾萬就可以買台積電 而且除了台積電之外 我們現在看到今天的台股 八大類股全跌對不對 食品跌1.06 塑化跌2.97 銀件跌2.26 紡織跌2.31 積電跌1.49 造紙4.02 金融跌2.27 泥搖淚 泥搖淚也跌3.33% 跟晶片最沒關係 泥搖淚也跌 所以你要看到 台灣基本上 你不管講台灣產業在怎麼多元發展 原則上還是以 科技為火車頭的一個產業體系 那科技的火車頭的頭呢 又什麼就是晶片產業台積電嘛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這真的有點這個欺商權的感覺 但是正好我問你喔 今天殺到台積電殺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台灣社會才開始感受到戰爭的味道 對 就很多外媒這一陣子來採訪台灣或者採訪國慶日都覺得 我們日子照過 那珍珠奶茶照喝 那小朋友這個電玩照打 然後雞排照吃 可是這一回合連台積電都可殺 整個台灣社會才知道 台積電固然是神主牌 但是在某些情境下 台積電也可殺 沒有錯 這就是市井小民的快樂 我們一般不會關注這麼大的國家大事 但我們會關注我們的荷包 對不對 這種大事情是拜登跟習近平 還有蔡英文要處理的 我只在乎我的這個月底的房貸 腳不腳出來卡債 可是張忠謀的國慶日接受60分鐘專訪 他說台海一旦開戰 台積電必然被摧毀 他講完這句話 透過全世界播放之後 到今天三個交易日 台積電市值跌掉一兆多 張忠謀講那個話是匪逃匪的人在注意的 我們市井小民不會在意這麼多 但是經濟上就有影響了 大西洋月刊 美國一個極度權威的月刊 今天做出了分析 他說因應現在這種狀況 美方其實只有三條路可以走 一 把晶片移到美國去 完畢把台積電再從台灣連根拔起 移到美國去 第二件事情 台海戰爭的時候美軍強烈介入 第三件事情 提高中國入侵台灣的成本 那其實這三件事情是不衝突的 照理來說我現在看起來 美國是三個都做 台積電去亞利桑那去設廠 這是一件事 但是台積電要從台灣連根拔起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光是看美國工程師來台積電受訓 抱怨的是工時太長 開會太多 長官太囉嗦 宿舍不夠人性化 然後還有做門禁還有管制等等 我們都知道 台積電整套搬到美國是水土不服的嘛 他們希望叫做那個生活品質嘛對不對 可是台積電就是說我拿錢換你的肝 這個東西移到美國我認為很困難 那戰爭介入跟提高中國入侵台灣成本 是美國正在做的 剛剛川安哥講的這個國防授權法 其實就在談這件事情嘛 那最後一件事 他大俠原本有平一樓馬斯克 他說這件事情 明顯不是選項 把台灣變成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不會是選項喔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是比現況更糟的選項 隨時可能變香港嘛 老公不理你嘛 所以這東西我覺得台灣還是不用太擔心 好那明杰 可是同時 這一個美國內部 這一回合也加速推動 全方位的保台的戰略跟法案 特別是國防授權法 就直接包裹台灣政策法 好我先來談 對美國來講 幾個重要的這個國家安全戰略 這一個文件跟報告 那白宮在10月12號正式都在公開 其實簡單一句話 這一份文件就是這個拜登政府的抗中報告 那雖然內容涉及到整個印太地區 涉及到俄烏戰爭 那當然也涉及到台灣的安全 不過整個主軸看得出來就是全面 以這一個避免中國取代美國成為霸權 為主要的一個核心目標 那當然他也提到說 其實非常的直接 講到說美國如果要維持全球的影響力 那必須要再對中國贏得經濟跟軍備上面的競賽 那同時要採取所謂的中和性的嚇阻 那除了保持美國強大的這一個嚇阻力之外 當然所謂的這個經濟上面 各方面的用好聽講叫競爭 其實有比過去這一個川普政府來講 其實只是把對抗改成競爭 用字比較委婉 其實整個核心都是一致的 那當然台灣關切的中間的部分 就是也偏面改變 反對偏面改變台海的現狀 但是也強調說 依照台灣關係法絕對會協助台灣 這個等於說提升自我的防衛安全 來共同對抗中國對台的武力威脅 跟所謂的脅迫 這脅迫就是所謂的灰色地帶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重要戰略報告 其實等於說不化了未來 拜登政府對中政策 還有台海政策 他未來會推動的目標 那這個部分當然他也特別強調說 如果要因應這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最重要就是要維持 這個美軍強大的這個嚇阻力 那讓這一個北京 認為說這以武力犯台的 付出的代價絕對 要這個非常的大 那這個部分當然我個人認為是 華府這些學者 其實我認為是有一些高估 這一個解放軍的戰力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他提的這些所謂第六代戰機也好 第六代 下一代的新型的核潛艦驅逐艦 各式的武器裝備 其實這些裝備 都是遙遙領先解放軍 以現有的裝備來講 基本上我認為對於這一個 壓制解放軍在台海的這些 所謂的威脅 其實還是能夠注意營運 但是因為數量跟部署上面的一個問題 還有反應上面的時間的問題 可能這些做適當的部署跟調配 我認為就有機會可以來壓制解放軍 對台的威脅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看到 剛剛提到說時代雜誌也講到 引述前美國五角大廈官員柯伯基 講到說中國要武力來奪台 其實最主要的目標還是要稱霸 這個整個世界 所以確實 武力奪台把台灣拿下來 其實只是跨出所謂的第一步 那未來如果擊敗美國就可以稱霸全球 所以他認為必須要全力來保衛台灣 才能避免中國未來擊敗美國 稱霸全球 而這中間的過程 其實有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軍事能力 剛剛一直提到說 所謂保持強大的威脅力也好 克阻力也好 軍事的一個能力 可能是未來雙方誰勝誰負的 一個重要影響關鍵 而其中更重要就是軍事的 在現代的高科技戰爭中 晶片又是關鍵中的晶片 所以談到這裡 就是為什麼這幾天 外界一直在關注說台積電 到底未來它的一個發展方向是如何 那在美中台三方的扮演的角色 其實這有中間有非常有意識的一個辯證 其實我們觀察 就是說這幾天 其實外界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炸毀台積電這些的說法 讓外界花然 其實我們如果把它中整一下 這中間其實是有不同的意涵 因為對美中台三方來講 台積電都有不同的戰略價值 第一個 如果對中國來講 他只要得到台灣 就形同得到台積電 但是對美國來講 他如果可以保衛台灣 才能保住台積電 但對台灣來講 如果可以保住台積電 也等同於可以保住台灣 所以這三方 其實有一個非常微妙的辯證關係 那中間有個變數有變動 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不過我們看到從這裡觀察 其實台美之間 在這個辯證中間是有共同的利益 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 美國可以保住台積電 也對台灣來講 就是可以保住台灣 而可以同時保住台灣 跟同時保住台積電 其實就是保住美國自己的國家安全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台積電今天股價破底 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美國國家戰略 直接不惜代價將晶片武器化 事實上在這一場烏克蘭戰爭當中 普丁也把能源跟天然氣直接武器化 本來所有國家物資最終都是國家戰略武器 那這一回合美國之所以 不惜犧牲半導體的中國市場的代價 因為他看的是更遠的好處 更遠大的國家利益 而這個國家利益 現在最核心的焦點都放在習近平身上 董老師我們剛剛看到 美國現在的國際戰略專家 國家利益的戰略焦點 都放在習近平主要的原因 當然是未來幾天20大登場 除了20大登場之外 另外一個更大的核心是 全方位的國安戰略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故意的 就是說美國拜登總統偏偏挑這個時候 公布他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其實我們從2022年 就今年年初 我們就在等這份 這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他終於拿出來了 挑中共20大要召開的前夕 那這份安全這個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跟去年的拜登政府的那個 暫行指南比較起來的看 那麼今年這份報告 他總共有48頁 他是去年的那個 國家安全戰略的暫行指南 足足多了一倍 去年只有24頁 今年變48頁 所以說這份報告 他的這種 他應該是拜登政府深思熟慮 而且他寫得非常完整跟詳細 我之前講過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幹什麼用的 他是指導國家發展的方向 而且他要說清楚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我們之前不是說 蔡總統的國慶演講 就是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嗎 我們一樣用這個格式 回過頭來看 拜登的這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他要分三部分 講清楚三部分 第一個 美國的挑戰 美國的威脅到底是什麼 第二個 你的任務 你的目標是什麼 第三個 你的方法跟策略是什麼 好 所以這個報告一開始就提出了 現在全世界有兩大 重大的這個戰略的挑戰 第一句話 第一個挑戰 冷戰已經 後冷戰時期已經徹底結束 強國之間的競爭 強國現在正在競爭 而且會塑造未來 第二個 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挑戰 就是這種所謂的流行病 糧食短缺 能源短缺 等等 這個恐怖主義等等 好 總的來說呢 是民主國家跟專制國家之間的競爭 所以說直接對美國的威脅呢 排名第一的就是中國 俄國排名第二 然後呢 裡面有一個有趣的 這個對中國形容詞有趣的變化 還記不記得 在歐巴馬時期 是把中國定位為戰略夥伴 川普定位為戰略競爭者 去年的那個戰行指南 定位為中國是一個 全方位的系統性的 對美國的戰略競爭者 今天這一份戰略報告呢 講了中國是什麼 最迫切的戰略挑戰者 現在知道嚴重了 好 而且現在收拾完普丁啊 收拾完普丁 他當然可以集中所有力量 所有資源對付中國跟習近平 對 所以中國為什麼是最迫切的 戰略挑戰者 就是譴詞用字 這麼重 他是形容說中國有意圖 有能力改變全球的次序 讓全球的這個賽場 往中國傾斜 然後對中國有利 那俄國呢 俄國只是區域威脅 而且看起來呢 像是短暫的威脅 看他那個行文啊 好 剛才講的是挑戰跟威脅 現在就講任務 任務標題 這個這個 國安報告的這個標題 就寫得很清楚 第一個 叫做 Out Out Competing China 在競爭中贏過中國 第二個 叫做 Constraining Russia Constraining 你可以說是限制 你也可以說是圍堵 所以說 這個 這個政策的這個優先次序 拜登政府 是把它排列的很清楚 那後面呢 當然 就很長 報告很長 後面加了一大堆的 策略跟方法 簡單的說啦 就兩個最重要的策略 投資跟增強美國的實力 各個領域的實力 第二個 強化全球同盟 這就是未來 對付中國的方法 好 那現在 因為在二十大的前夕 我們可以看到 像我們這個節目 這兩天都在討論 你看國際輿論的傾向 國際媒體 國際輿論的傾向 普遍的 認為說 習近平連任 他是悲劇 他也會是災難 這個悲劇跟災難呢 第一個指的是中國自己 中國都會被 自己都會被拖累 第二個 全球的焦點 就是放在台灣 所以說 因為中國萬一有龐大悲劇 搞不好台灣會受到連累 是的 所以中共二十大 全世界 媒體的關注的焦點 台灣安全 是重中之重 剛才談到了 美國那個時代雜誌 美國前國防部助理部長 柯伯吉的那篇文章 很有趣 他是怎麼說的 他是說 這個美國現在 把中國當作主要的對手 這個是有共識的 但是 怎麼應對這個挑戰 怎麼應付這個對手 是沒有共識的 他說有一派人 是這麼主張 有一派人看法是說呢 在亞洲 要避免跟北京對抗 自力於讓這個 減少 美國要自力於減少 對中國的產業依賴 增強美國的經濟 增強美國的科技實力 就可以了 不需要搞到這個樣子 有一派人 一聽這個話 顯然的 我們都還記得 就是說美國國內 他其實是有這種 所謂的紅隊跟藍隊的 這種所謂的競爭 也就是熊貓擁抱者 跟屠龍者 屠龍者就是在美國國內 認為要反中要抗中的 熊貓擁抱者 我不能說他是親中 合中派就對了 那這種合中派的這種言論 他其實對我們台灣 非常危險 他隱含的就是棄台論 所以柯伯吉 就是特別要指出 這一種主張 這種想法是錯的 不行 你如果這樣搞下去的話 只是說不要全方位的對抗 然後呢 只是說 這個增強美國的經濟實力 就好的話 這樣反而會失去台灣 會失去美國的主導地位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國現在集中力量追殺中國 主要的原因是普丁已經走到政治末路 什麼要叫政治末路呢 以這一回合來講 前國安顧問波頓直接放話 他說普丁只要動核武 那就是要寫遺書 好 任俊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波頓的說法 現在因為普丁在這個烏克蘭 用大規模的轟炸的方式 會讓大家比較擔憂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方式都已經用了 你會不會在乎 要不要使用核武的這件事情 所以江波頓的那個說法 其實你仔細看 他其實講的一件事情是 你普丁要考慮動用核武之前 事實上你就簽下了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死亡遺書 那我覺得他當然是在做的是 一件威懾的事情 是告訴你講說 你普丁你不要去用 因為他其實用的是 你剛剛看到他用的叫做 戰術性的核武 也就是他不是一個 大規模的一個 一個核武的戰爭 可是對美國來講 美國要考慮的是 他到底要做全面的核反 還是我盡量將損害控制 減到最低 所以江波頓在這裡面 其實提到了 那個伊朗革命衛隊領袖 叫做蘇萊曼尼的這件事情 其實蘇萊曼尼當時被歐巴馬 認定講說他是支持 所謂的恐怖組織 所以呢2007年的時候 聯合國在1747號 決議案的時候 是決議去制裁這個 所謂的蘇萊曼尼 但是在2020年1月3號的時候 一架MQ9的這個 所謂的死神無人器 事實上就在這個 伊拉克的巴格達機場 對他實施空襲 所以我認為他其實有程度 有程度上的不同 也就是告訴這個 所謂的普丁講說 你確認要小心 而且你看他那個江波頓的說法 不是只告訴普丁而已 是連普丁旁邊的親信 他都告訴你 所以他不希望有任何 誤判情勢的一個發生 可是我認為對美國來講 他也做了一個最壞的打算 跟一個準備 就是當如果普丁下令 這是一件事 但如果普丁動手了 也就是他其實沒有一個 準備的時間的時候 美國有如何因應的方式 所以這幾天看到 美國把這個所謂的 B2轟炸機 派到了這個波蘭 那B2轟炸機 事實上被認為跟F22跟F35 被列為在世界上 為三架 是可以對地面發動攻擊的 逆中戰機跟轟炸機 那他本身可以帶16枚的 這個所謂的 戰術核武的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 因為波蘭對於這個 俄羅斯來講 是在非常非常近 過去大家看到那個 星鏈計畫裡面 事實上他把這個 所謂的星鏈的聯絡戰 也設在波蘭 波蘭芬蘭這些地方 所以相同的來講 就是對於美國來說 他希望做的事情是 我做足了所有的準備 但是要不要走到那一步裡面 其實美國很早就開始佈局 包含在今年9月的時候 事實上呢 同樣是B52的這個 所謂同封城堡壘轟炸機 也進駐到了這個波蘭 那當然要強調的第一個 就是說波蘭他要用這個方式 告訴大家講說 我跟美國的合作是在的 可是第二個 對於北約組織國家來講 北約組織不是一個火力強大的 一個組織啊 他很多時候在過去的時候 還是用的蘇聯一套系統 可是美國透過在這一次裡面 全面插旗到北約組織相關國家裡面 其實也是在告訴俄羅斯說 你周邊的這一些 其實老實講 我已經在你的門口插旗了 而且我是順著你家的院子 開始一直排起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對俄羅斯來講 他會面臨到的一個狀況就是 俄羅斯是不是所有人都覺得 開戰的這件事情 尤其用核子大戰 甚至最後終極手段 是一定要進行的 你可以看到他的俄羅斯的外長 叫做拉夫羅夫 前幾天在被接受到訪問的時候 他提到在G20的這個峰會裡面 俄羅斯其實不排除 而且也願意去安排 所謂的拜登跟普丁的會面 那他其實講的 我覺得他其實也在衡量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要全面 全面開打烏克蘭的話 我面臨到的 其實最大的反彈的力量 一定是美國 而且美國最近在這個 所謂的俄羅斯的議題上面 他把對於俄羅斯的態度 越講越明 所以你看剛剛 John Bolton那個 其實老師講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而且John Bolton那個 是直接用前官員放話 是 這個就是非常直接告訴你 這是我的選項 你可以恐嚇我 我一樣可以回擊恐嚇你 而且在西方世界裡面 他們很常用前官員 前官員某種程度 是代表政府下面的立場 只是政府不願意 他不能因為政府如果今天講 那就代表最後通牒嘛 我認為他保留一個回旋空間 但是他威嚇力量很大 但問題就在於是 當拉夫羅夫放出這樣一個訊息說 他願意就俄羅斯願意跟拜登見面的時候 換拜登這邊出來講說 我想不出我任何理由 有什麼理由 我這時候要跟你見面啊 那表示拜登打他槍啊 那問題就回來了 那表示普丁在求勞 但是拜登還在談判還打他槍啊 所以這邊打橋牌一樣嘛 大家把牌叫得很高嘛 那現在看誰是被虎住的那一個嘛 可是拜登他現在講了一句喔 他說他其實研判認為說 你俄羅斯跟普丁 你沒有認真去考慮用核武的這個選項 那我認為這個是一個很往前衝的一個說法 也就代表什麼 美國他其實在展示的是 我的資訊的情報的掌握 也就是剛剛提到說 在這個所謂的 他當時對這個蘇萊曼尼的那個 那個轟炸的事件裡面 你怎麼知道他那個時間點會出現在哪 如果今天按照 因為記者其實有問是不排除 是不是用所謂暗殺的這個行動的時候 那是不是代表是我其實現在很清楚的掌握 你今天普丁人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透露出來那個威嚇的效果 可能會比說我美國 你今天敢打我就跟你打回去 那個其實恐嚇的力道不一樣喔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於北約國家來講 北約也認為就是說 如果今天美國在這上面全面都插起來的時候 那我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北約接下來要做了一個叫做 年度的叫做核威社的演習 而且這樣核威社的演習 是把各國幾個飛機全部都講 而且他要模擬就是 我真正要發生核戰的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因應跟自處 好我們稍後回來